三名美国参议员搭乘美军机窜访台湾地区 其中两名参议员为美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 美国三名参议员为何此时搭乘军机抵达台湾地区 那么作为美国来讲呢 它其实是做一个试探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招数 然后来试探除去这个所谓对台军售之外 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射军的手段到底还有多少 美军太平洋舰队突然下达紧急命令 要求舰队三分之一核潜艇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战备离港 美军紧急出动核潜艇奔赴太平洋 是否只是为了演习 如果在短时间内完成在全球范围内 特别印太地区大量的这种下潜活动 那实际上呢它是警告对手 这个威射能力比表面上的航空母舰要强大得多 航母不够用谁都知道 美国人自己都算得过来 实际上在海面上它是美国符号 但是水下这种幽灵状态的潜航行动 它的恐惧系数要比航空母舰高得多 美俄总统会晤进入倒计时 美国总统拜登声称 需以实力地位领导实践 俄罗斯总统普京则说 美国正在走苏联的老路 美俄首脑为何在会晤前夕 如此剑拔弩张 防务新观察特要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大家好 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嘉明 6月6号 美国三名参议员 达成美军的C17战略运输机 串访台湾地区 我们来看今天第一个观察短片 6月6号 美国联邦参议员 谭美达克沃斯 丹沙利文 和克里斯·昆斯搭乘美军 C17运输机飞抵台北松山机场 这个所谓的访问团 由跨党派议员组成 成员涵盖民主共和两党联邦参议员 其中达克沃斯及沙利文 均为美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 曾多次在美国会投票 支持涉台议案 昆斯是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 三人并为台湾保证法案 及台北法案的共同提案人 据岛内媒体披露 这三人此行仅快闪停留三个小时 此外在简短讲话中 美参议员宣布将捐赠台湾地区 75万剂疫苗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所谓访问团一行 是搭乘C17战略运输机 从韩国乌山空军基地起飞 据岛内媒体称 这是美国参议员首次搭乘 美军C17战略运输机飞抵台湾地区 也是嵩山机场首度 由美军战略运输机到访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不回应称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我们敦促美方 把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表态 落到实处 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立即停止与台湾 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慎重处理台湾问题 不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以免给中美关系和台海合并稳定 造成进一步的严重损害 有岛内网友表示 早已看穿美国用心 这次乘军机抵台 并高调宣布疫苗帮扶 不过是在最大化利用台湾地区 搅动台海局势 而见面三小时背后 台湾要付出的代价 才是不可说的秘密 还有台湾一些网友的反应是 如果他们有诚意 不是疫苗来就好吗 来议员有何用呢 那么美国三名参议员 为何此时搭乘军机 抵达台湾地区呢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欢迎两位专家 这是四十年来首次 美军机主动降落台岛 而且还拉了三名议员 请教两位专家的观察 王先生 一出三黄 杜先生 制造台独疫情 以苗谋独 好 王先生请 美国方面 它是试图跟台当局 包括跟台湾岛内的 一些绿营的媒体演出 一出双黄 其实也不是双黄 而是一出三黄 那么通过这样一种炒作 我想各方它是各有目的的 那么台媒自然是 要对于台当局 做一种形式的配合 那么作为美国来讲 它其实是做一个试探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招数 然后来试探除去 这个所谓对台军售之外 其他的这样的一些 射军的手段 到底还有多少 这是一方面 另外从台当局 它现在面临着 很大的一个危机 我们讲特别是近期 台湾岛内疫情大爆发 这个死亡人数持续增加 岛内民众 它对于台当局的这种反弹 包括在这个舆论上 包括在这个实物上 对它的一系列的这种压力 越来越大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事件 这个民进党当局 它很显然 它要进行一个焦点的转移 和一个矛盾的转化 那么现在台湾岛内民众 把关注的焦点 全都放到这个台当局 它抗议不力 这样的一个事情上 批判之声 此起彼伏 现在它为了要把这个焦点 转移到这个其他的地方 它就把这个美国 这样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疫苗援助 引到这里来 它试图把它转化成 一个两岸之间的矛盾 还是要拉高 这个两岸之间的 一个紧张度 甚至说把岛内的 这样的一个危机 转化为一个台海的危机 这都是有可能的 对先生 您的观察 在中77吨的 环球霸王C17 拉了三个人 表面上是向台湾提供 疫苗援助 实际上还是强化 美国和台湾地区之间的 军事关系 你从这次飞行来看 它是一个军事符号 人都跟这个军事相关 但是它又带有 带引号的人道行动 实际上还是通过疫苗 强悍与美国的军事联系 为台独制造某种借口 目前台独当局 它对美国疫苗 日本疫苗特别感兴趣 但是得到量特别少 但是目前岛内 疫情泛滥 它需要大量的疫苗 大面积地进行接种 这样才能够有效地 遏制疫情 但是这次美国 只带了75万剂 而且美国人 不用的疫苗 阿斯利康 从日本又弄了 124万剂 加起了才 199万剂 这样对于岛内疫情 叫杯水车勤 那这个状态下 依然是感谢美国 被公屈妻 也就是说 从疫苗来源上 它把主要来源 向美国和日本方向倾斜 对大陆的高销疫苗 安全疫苗 置之不离 实际上还是告诉老百姓 你看美国在援助我们 日本在援助我们 只有大陆方面的这些疫苗 无法进入到岛内 而且通过各种障碍的制造 让岛内的疫苗接种 出现比较大的问题 那么借机要在强化 与美国的军事联系 所以这次串访行动 说明目前 台湾正在介入疫情 与美国强化军事联系 以疫谋毒 以苗谋毒 这是核心 也是重点 那请让王先生 刚才杜先生提到了 一个卑躬屈膝这个词 我们看从路透社发布的照片 也能感觉到这样一幕 三位议员坐在那的 而这个台湾地区 所谓的领导人 则是站着 弯着腰的 在说一些情况 你怎么看 这张照片在岛内的媒体 掀起一个不小的风波 岛内的民众 看到这个照片以后 应该说 它是既疑惑又愤慨 愤慨的当然是 刚才我们提到的 如此的奴言卑惜 卑躬屈膝 就是为何 那么它这个疑惑的是什么呢 说这个如此少的 这个疫苗的 所谓的这个提供量 而且呢 这个按美国 往往口徽而实不至 这样的一个做事风格来讲 这个疫苗 只能叫做一个口头疫苗 那么这样的一种交易 对于这个台湾当局来说 到底值吗 它为什么会这么做 其实我们可以 从两个角度来分析 首先呢 我们从这个美国角度来看 美国它已经完全地 看透了 识破了台湾当局 它的一系列的底线 就像我们之前节目里 谈到的那样 即便是这个 在美台所谓军售过程当中 这个台湾地区 不需要这样的一些 型号的武器 不需要这些性能的武器 美国让你买 你就必须要买 而且买过来之后 这些武器的主导权 它的甚至某种程度的使用权 也不在你这儿 为什么 就是周瑜打黄盖 愿打愿挨 它识破你底线之后 既然你在这个 你台湾岛在这个战略上 包括在这个军事上 是有求于我的 那么我必须要强制你 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么这个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这个尊严二字 就无关紧要了 那么另外一点呢 这个台湾当局 它也是有它的一个小四心 第一个 这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姿态 表明一种态度 它的这个态度就是 尽管它什么样的方式 只要能够拿到 所谓的美元 援助的援 那么它可以 把这样的一些尊严 就置之不古 那请到杜先生 我们还注意到 媒体在炒作 这次三名议员里面 除了有民主党共和党的议员 而且有两名是参议院 军事委员会的成员 您怎么看 这个三个人 有这么两点看法 第一 跨党派 他不是说某一个党 他两个党派 目前在反华问题上 挺台问题上 完全一致 在美国 这叫正是正确 所以故意实现 这个两个党派 三个人的组合 在释放强大的信息 另外呢 您提到这个军事委员会 的确呢 它是很多 涉台提案的 这个核心部门 比如现在的 台湾保证法呀 台北法案 都跟这个三个人 密切相关 下一步对参军售 或者是出台更多的 涉台的这种法律 特别是与军事 相关的法律 积极性会更高 这两天美国 在亚特地区 正在搞特种作战 像MC130J C130正在展开 特种作战行动 但是台湾没有这个东西 之前呢 卖了很多主战武器装备 特别是高端武器装备 但目前呢 岛内与美军的联合作战 特种作战 正在这个进行 这个所谓的培训 如果在这个时候 把美军那些 特种作战装备 那个价格高得不得了 向台湾地区大量出口 有可能疫苗 就是一张通行证 然后通过通行证 把大量的美式 高端武器装备 特别是特种武器装备 向岛内销售 这大概是核心 近日 美军太平洋舰队 突下命令 要求三分之一的核潜艇 紧急离港 一段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观察 6月5号 据美国星条奇报报道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 近日突然下达紧急命令 要求太平洋舰队 三分之一的核潜艇 在最短时间内 完成战备后离开港口 前往指定地点 报道称 太平洋舰队 出动三分之一的核潜艇部队 为投入敏捷匕首2021演习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表示 该演习是临时通知各部队 磨练潜艇部队所谓迅速出击 以及全球部署的应变能力 以威慑中俄等潜在对手 目前已支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 哥伦比亚号 芝加哥号 与更先进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 密苏里号已经相继出发 报道提到 美国现有约36艘攻击核潜艇 和战略核潜艇在太平洋海域活动 由此推算 参加这次敏捷匕首2021演习的 美军核潜艇至少有12艘 此外 据美媒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提名的下一任 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称 他支持空军在未来几年 至少需要采购145架 B-21隐形轰炸机的计划 这些新型轰炸机将取代 现有的21架B-2隐形轰炸机 以及老化的B-1轰炸机 美军太平洋舰队紧急出动 三分之一核潜艇是否只是为了演习 美军为何此时不断制造紧张局势 增加全球火药味呢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第一个问题请教两位专家 美军太平洋舰队的三分之一的 核潜艇紧急出动 仅仅是为了演习吗 还是有其他的目的 王先生 摊开手 攥紧拳 杜先生 紧急瓜分军费占高 好 王先生请 美国从当前的这个印太布局 对于包括在太平洋的 这个部署态势来看呢 应该说它的这个部署 它是完全要去配合 它的印太布局的调整 和军事战略的 这样一个大的调整的态势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形象的这个做一个比喻 它就是这个摊开手 同时又攥紧拳 这个摊开手呢 是指它在这个军事上 包括在宣传上 它要不断地去摊开手 因为首先来说美国 它当前把军事战略 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 过去如果是反恐的话 现在就是要面对 所谓大国竞争 它要应对的是 它口中的这个大国对手 而在这个问题上呢 海洋就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场域 特别是全球最大的 大洋 太平洋 所以我们看到 这样的一个演习啊 它有这个纯军事的意义 就是说它一个 快速地调动和反应的能力 就是说这个美军 它的这样的一个 指挥体系和指挥系统 仍然是够用的 特别是当前 它这个美国 它的这个战略欲望 与它的这种军事水平 和军事能力啊 很大的程度上 也是不匹配 所以呢 它要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 向它的盟国 包括向全球 包括它要遏制的国家 做这样的一种展示 所谓攥紧权呢 我们不仅仅是要看 这个美军 它当前这个部署的力度 包括部署的这种范围 更多的还要看 它实际上是要这个采取 什么样的一个军事的 这样的一种这个走势 和一个态势 在这个近两年来 有个非常明确的 一个一个标志 就是美国 它把所谓的一岛链 和二岛链的一些 这个军力的部署啊 它正在向所谓 2.5岛链去收缩 它的这种收缩 其实是一种以退为进 就是它看到了 它口中要遏制的大国 比如说中国俄罗斯 已经逐步地把它的这个岛链 踩到了水下 也踩在了脚下 通过这种传统意义上 那种岛链海峡通道的封锁 很难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所以比如说第二岛链 核心位置 像这个关岛的阿普拉 安德森的一些 这个核心的一些设施 它都放到 所谓2.5岛链的威克岛 那么为的是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太平洋总部 它要收紧 攥紧权之后 让盟友通过忽悠也好 通过这种强制也好 让盟友逐步地冲到一线 冲到前沿 它起一个相对配合的一个作用 那么在这个核心地带 它掌控得住 为接下来它推行自身的 这个印太战略 或者是太平洋战略 去留一个后手 杜先生认为 太平洋舰队这样一个举动 是也有抢军费蛋糕的 这样一种嫌疑 拜登政府刚刚公布了 7530个亿的军费 现在各军种都开始抢蛋糕 而且特别繁忙 美国军费的额度 包括各个军种 军费的蛋糕大小 跟两件事有关 第一 谁跳得高 第二 谁哭得响 也就是说 这个会哭得有奶吃 如果在这个时候 把潜艇进行 这个短时间紧急的这种行动 实际上告诉国会 你看我有能力在印太地区 为这个太平洋威慑计划 做出重大贡献 你其他的大型作战兵器 它只是个符号 显示美国存在 但是水下的符号 是显示美国能力 所以航空母舰 在亚太有了空窗期 另外其他作战舰艇 也出现了明显不足 唯有在水下 它能力很强大 特别是攻击型航舰艇 弹道导弹舰艇 在水下所构成的巨大威力 这叫战略威慑 跟一般意义上的 什么特种作战的小洒小闹 然后周边的各种巡航 几乎等于武装巡落 他认为这个颜色和毒性 根本就不够 如果把水下作战能力 这种所谓的水下鲨鱼 水下幽灵效应 在这个时候向国会显示 那说明在印太地区 在印太战略过程中 这个潜艇部队 可以承担巨大的战略作用 那么今后如果要更多的钱 更换自己新型的 哥伦比亚籍潜艇 甚至上无人舰队 无人装备 像这些形成一个 很强的综合作战能力 那么领先的优势 就会牢牢地在美国手中 那请教杜先生 现在推算 美军这次至少出动了 12艘核潜艇 而且号称是在 最短时间内完成战备 您怎么看 美国核潜艇 现在是两条鱼 第一它是一个诗人鱼 第二就是诗潜鱼 如果按照美国 目前12艘潜艇 短时间内快速出动 实际上验证新的战法 你看之前的核潜艇 在水下待的时间长 但是准备时间也长 是两个长 如果在短时间内 完成在全球范围内 特别印太地区 大量的这种下潜活动 那实际上它是警告对手 这个威慑能力 比表面上的航空母舰 要强大得多 航母不够用 谁都知道 美国人自己都算得过来 实际上在海面上 它是美国符号 但是水下 这种幽灵状态的潜航行动 它的恐惧系数 要比航空母舰高得多 第一不知道在哪来 第二不知道从哪来 第三不知道来了干什么 所以这个如果在某一个地区 形成强大的实战功能 它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水面舰艇 包括其他的海军设施 可以构成重大影响 所以这是美国目前 保持海上优势的一张王牌 所以你看 无论是潜艇的出航 还有其他的这些行动 它保密行动很高 这次高调地 把那些本来保密的东西 宣传得非常强大 实际上告诉对手 我来了 你最害怕的这张王牌 我即将打出这个手心 第二肯定是前雨 如果在这个时候 表现出它与其他军兵种 完全不同的威慎能力 这个分数很高 它会告诉国会 今后如果分钱 要向那些值得投钱的行动 和能力的方向多投钱 所以张开这个嘴之后 大概也通过这种状态 取消更多的军费蛋糕 所以感觉现在 对新战法的验证 包括对主要作战对手的心理威慑 包括能力压力 都会达到极致 这个状态下 要迫使国会拿出更多的钱 让美国海军水下 作战能力 得到进一步的升级 美俄首脑会晤倒计时 普京和拜登继续互放狠话 6月6号 美国总统拜登 在《华盛顿邮报》 发表评论文章 阐述了他即将进行的 欧洲之行 和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 会晤计划及议程 并在文章中指出 他认为美国必须 以实力地位领导世界 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直言不讳地 批评美国过度自信 他还表示 对于拜登的会晤 取得任何突破性成果 不抱期望 另据报道 自5月开始 北约成员国联合举行 大型演习 欧洲捍卫者2021 这场演习有9000余名军人 几十艘舰艇以及战机参加 目前演习仍然在继续 根据俄方披露的消息 年内北约将在俄西南 和西部战略方向 举行20余次 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演习 其中还将在波罗的海 举行近年最大规模的 海上联合军演 俄方表示 上述演习均以俄罗斯 为主要加向敌 而作为回应 俄军将组织西方2021演习等 大型演训活动向北约秀肌肉 据俄媒报道 西方2021演习 将于9月10号至16号 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境内举行 俄西部军区宣布 已有多支部队部署 这两国边境 未来将继续在临近欧洲地区 展开防空反导等对抗性训练 美俄首脑 为何在会晤前夕 如此剑拔弩张呢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既是斗嘴也是斗法 两位怎么看 普京和拜登在会晤前 这一系列的操作 杜先生 增加筹码 王先生 俄欲应对美国两手 好 杜先生请 616是会谈的日子 这个很吉利 但是我感觉这个结果一定不顺利 因为现在双方剑拔弩张 而且各种军事演练行动 现在是此起彼伏 在会谈前夕 拜登说我不再回到开放天空条约 俄罗斯针锋相对 说咱们开始退出那个陆地条约吧 也就是以冷战是比谁多 现在是比谁少 如果在双方身上约束的 这个绳索越来越少 那么这种争斗 将会进入一个无底线状态 而且各种演练行动 针对双方的这种战略威慑行动 正在密集进行 这个状态下 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会谈气氛 就说明在会谈过程中 双方的门槛都很高 筹码会更多 有可能在会谈过程中 真的只是见了面 说了话 但是他们的话 就像白开水煮排菜 王先生 美国方面其实在对俄罗斯 去玩弄两手的 第一个就是提出 双方对谈这样一种形式 并且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 就开了很多的这种单子 说要谈什么 具体什么内容 希望能够达成什么样的 一种成果 包括连会谈的形式 都有所披露 但是与此同时 美国一方面展开这个高频次的 甚至是高强度的这样一个军事演习 而且这些军事演习 它是有针对性的 很显然就是针对俄罗斯 另外一点 对俄罗斯的某一些企业 这个制裁力度也越来越大 这很显然就是要给俄罗斯 释放这样的一种信号 不会因为一次两次的首脑会谈 而这个放松对于俄罗斯的所谓警惕 也不会去减轻 对俄罗斯的这种所谓的制裁和压力 再者呢 我们之前节目里也提到过 这个俄罗斯与这个东非国家苏丹 之间展开一系列的合作 要在苏丹港这边去建设相应的基地 但是美国一直在这个问题上 去制造这种障碍 当前我们看到这个苏丹方面 产生了一些变数要俄罗斯重谈 俄媒呢就表明 这里面美国的干扰是起了很坏的 这样一个作用的 那么尤氏就把这个前面几个因素 混到一起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美国方面的诚意到底是有多大 俄罗斯打一个问号 可能这个有关的一些舆论 也会去打这样的一个问号 所以俄罗斯方面呢 也是与之相对 就是在谈的过程当中 他可能会把这些 这样的一些气息都释放出来 但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他并不对这个会谈 抱太大的期望 那现在杜先生 可以说现在 美俄首脑会舞的这个气氛 是相当诡异的 一方面是大家要谈 但你看另外一方面 北约和俄罗斯的军事演习 那真是排的是满满当当的 透不过气 现在演习名字快记不住了 像这个北约的捍卫者2021 在周边要进行大范围的机动 而且要形成巨大的战略压力 俄罗斯和白洛斯 在搞这个西方2021 都把2021当成一个 这个基本的标识 其他名字就很难被记住 也说明了目前 双方在会谈前夕 陆上海上空中 正在发生全方位的战略对战 美国之前的海军和海军军队 又搞了一个横跨 17个时区的全球演练 如果这个状态下 把俄罗斯作为核心的 军事目标去看待 这个谈话的气氛会非常冷淡 如果在刺刀下面 那双方能谈出什么问题 这都是比较诡异的话题 如果在这个时候 降低这个冲突的温度 把演练行动向后延时 有可能是善意地表达 如果边谈边演 边谈边打 边谈边竞争 能谈出什么 这都是大问题 我想不光是普京总统 对现在会谈结果 不抱任何希望 大概美国也认为 不会有任何成果在其中 所以谈只是形式 如果谈通过这种 所谓的谈判破裂 加剧双方的竞争 这有可能是美国的核心目标 我谈判失败的在俄罗斯一方 跟我没有任何关联 这样可以借助之前 已经具备的强大优势 把周边国家进一步 团结在美国身边 向俄罗斯发动 新一轮的战略压力 我想这个话题呢 有可能是谈判的核心和重点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防务新观察 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也欢迎大家关注 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明晚同一时间 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